主席 之位同仁 外交部官员 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部长 谢谢 立位好 部长好 想请问一下 我们最近看到太平洋有个小国叫万纳渡 发生飓风 然后非常的 就是情况非常的 对 他有宣布紧急状态 我们有在注意 我们跟万纳渡的过去的互动是怎么样 我们跟万纳渡 在过去事实上有所谓的相互承认 可是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没有什么互动 因为它跟大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过去 至少在过去这五六年来 跟我们之间的互动相当的少 当然我们还是关切当地的发展 我们会来注意 所以遇到类似这些 我们没有邦交的国家 但是过去曾经有互动的国家 那么他们发生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基本上的态度是怎么来 基本上我们还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愿意来做一些协助 像菲律宾跟我们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虽然没有正式的邦交 可是在海燕台风的时候 因为灾情确实非常的严重 我们也非常及时的提供了协助 是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遇到这种情况下 以这个适当的人道援助 以最快的速度来表达我们对于 这些国家的一个关切 这是我提醒这个外交部的 第二个就是刚刚也提到 有些消委员也提到 有关外馆的安全性问题 那么我们也知道您曾经也说明过 这个韩国的代表处曾经有一些状况 那么本席呢 大概在这个去参访菲律宾的时候 当天菲律宾外馆也发生了一些状况 那大概各种状况不一定 可能是火灾 可能是一些威胁 那请问一下 第一个 韩国代表处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第二个 遇到了这些所谓的各种 各样的紧急状况的时候 外馆平常有没有准备好的 必要的防御的措施 我跟委员报告 所有的外馆其实都有一个应变的计划 像这次韩国的事情 其实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有所掌握 跟韩国警方也有联系 事实上后来有逮捕了一位华侨 事实上他是有用电话来恐吓 对 我是说这个是不是就安全了 是有 你确定这些所谓的预防性的措施 有定期的去检讨来处理吗 其实每个外馆我们都有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 因为外馆 因为比较大的馆 当然会有负责安全的同仁 比较小的馆就是兼办 也会有一个保防安全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机制 那谁负责来检讨 检视这些作业 检讨还是所有的外馆的馆长要负全责 那有没有像这个部里面做必要的报备 因为你这个必须要 他的应变计划都会报到部里面来 都有 最近这个也很多委员提到Ed Royce 这个外交委员会的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来台湾 那么我也跟他们谈过 那么我的感觉啊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去年六月 台北市的美桥商会到华府去访问 提出了希望能够推动BIA 就双边投资协议 然后今年呢 当他来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我们 不管是我们的党政各方面啊 也都在谈BIA 是不是BIA已经变成我们目前 要进入TPP之前的一个 所谓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一项任务 我跟委员报 其实没有说直接的关联 但我们认为如果BIA能够完成 因为在整个TPP里面 投资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能够完全的qualify的话 至少在投资这个部分 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知道Aeroys他也一直跟我提 他也提到BIA的部分 TIFA的部分 他认为说这个对TPP是有帮助的 可是并不是一个必要或者先决的条件 我的感受似乎已经变成一个precondition 我只是说我跟他沟通的感受 是有个precondition的感觉 那么我也觉得我们政府在跳tango 不同的这个党政都在讲BIA 似乎也就逐渐成型 那我想请问一下 台美之间的投资关系 有什么样的主要障碍 是必须要透过BIA来排除的 因为事实上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很多 也超过我们在美国的投资 也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对双方的投资 能够有更直接的一个保障 那基本上其实问题并不是那么多 因为就是在投资一些议题里面 一些大家能够来针对这些相关的议题 把它当成是整个这个贸易便捷化自由化整体的一个部分 因为包括这个相关法令的这些修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怎么样能够去把它harmonize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到我个人当然我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 因为我不是经济部的贸易局的官员 我个人觉得或者是我们是投审会的官员 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跟美国的贸易之间没有什么障碍 那么但是有一点障碍大概就是还是跟 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的问题有 不还是有一些了 国内这个法规的部分 这个事实上有 美方也有提出一些清单 他希望我们针对就我刚才提到贸易便捷化 自由化这些相关的部分 一些是有一些要求的 那这个投资协议跟刚刚也有委员提到美租的问题 我也跟这些众议院提到了这个事情 看来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利益团体在后面 那么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策略来规避 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刚刚只是讲说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minor issue 但是事实上这不是minor issue 不是minor issue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整个金额来说 其实它是很小 可是它的重要性是很高的 没错 没错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 就是Ed Royce他自己告诉我 他认为说 如果说台美关系里面 涵盖的范围这么广 不要因为说猪肉的议题 而能够去延宕 整个的这个协商的过程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意 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来做一个解决 那事实上举个例来讲 台湾事实上是有进口美国的猪肉 特别是不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些猪肉 是有的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增加 所以我事实上经济部也好 农委会也好 也持续地跟美方有在进一步的沟通 就希望美方能够了解说 我们在目前国内有国内的考量 可是猪肉的议题 事实上也不是完全 我们没有任何的建议 比方说我们希望能够增加 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这个事实上也许也是一个方式 当然这个金额不大 可是里面牵涉确实是很多 这也是我们关切的 就你所了解美国的猪肉 不含莱克多巴胺的比例 是很高的吗 比例有多少 这个我这边没有数 我可以请农委会来 外交部可能并不了解 但是我也提醒你 他们有在沟通 一方面您讲的策略是对的 但是过去我们美牛进口的时候 也提到过比照欧盟 进口欧盟 出口到欧盟的这个美牛 那就不要含瘦肉精 结果呢 似乎我们也没办法守得住 那么但是本期也提醒您 我们也可以把过去 美国人在台湾投资 所造成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提出来 要求对 也列出一个清单 要求对方解决 譬如说RCA 对我们土地的污染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一昧的 就是美国人讲了什么就算 当然我们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如果说 business is business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论事 对不对 就事论是一样的道理 对 完全同意 我想我们也有我们的list 就跟美方的list 大家有做一些比较跟讨论 好 那么再请教一下 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其实今天大家提到都非常类似 就是参加这个联合国 59届妇女地位委员会 大会的时候 受到一些障碍 那天 其实我在这个很早 在这个之前 新闻揭露之前 我就知道了 但是一直苦于 没有机会来咨询部长 是 张伯雅院长 他跟我讲 他过去也参加过CSW 那个时候 他去的时候 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 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所以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张院长 在过去可以进去 而现在拿了 只是单纯的护照 是没有办法进到 联合国大会来开会 联合国这样子的组织来开会的 我很简单地说明 事实上过去确实是可以的 可是事实上已经也蛮多年了 但我想大概至少有 八九年左右 这个大陆方面的人士 因为他们在联合国 这个占领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他们自治上 透过他们自己内部的协调 就是要求联合国的总部 就是在审核我们 这个进场的时候 提了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 持续地在协商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面 后来我们是想到 如果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能够搭配我们的身份证 或者我们的健保卡 或者我们的驾照 那这样子也许也是一个方式 事实上每年 我想这个问题持续地上演 但是我们也慢慢地 也看到有一些发展 那事实上在日内瓦的话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唯一大概有问题的 就是在联合国的总部 在纽约的总部 那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跟大陆方面 也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方面也透过美方 来做进一步的沟通 您说透过跟大陆沟通 是透过美方沟通 还是我们直接 两边都有 我们事实上也跟大陆方面表达 我们对这种情况 非常的不满意 他认为他们阻挠 我们的NGO的代表 去参加联合国 只要是进行到联合国总部 这些相关人员的限制 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也不能被接受 是透过 刚刚讲的 是透过美方 陆委会 不是 是陆委会 这两个机制 就是美方跟美方的联系 大陆归大陆 OK 我看你也需要写一封信 给我们的海集会 请求援助 陆委会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事实上 相关的打压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 因为我们已经提了很多次 中国大陆对台湾 中华民国的政策 是矛盾的 在它国台办的政策 跟它的外交部政策 在矛盾的情况下 就有缝隙可言 完全同意 这个缝隙对台湾人民的感情 是非常大的伤害 我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也让我们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我们也希望 因为陆委会 国台办也会监听 我们这个委员会 所以也告知国台办 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改善 这个是伤害台湾人民的 感情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 是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 这个NGO的活动 在这里面报告里面 有NGO 本席过去就一直主张 我们有一个地方 非常值得外交部来开发的 但是现在的政策 却走偏了 走到什么地方去 就走到科技产业 其实NGO组织的互动 是我们外交部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外交部也没有这个资源 所以我这边 可不可以请外交部 再一次的跟我们的国发会 跟我们的国科 现在叫做科技部 还有院 行政院 好好的沟通 有没有办法 把中心新村高等研究员区 一部分的空间移出来 作为我们跟国际上 不管是人道 卫生 环保 非政治性的NGO组织 来建立关系 我们提供场所 这个场所呢 中心新村高等科学员区 高等研究员区 非常特别 90%都被列为文化景观区 高达面积234公顷 要作为科技员区的发展呢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外交部可不可以 把这一部分的土地 空间拿出来 来做一些NGO的组织的总部 如果变成亚太地区 NGO组织的总部的话 我相信外交部呢 在国际的关系的这种安排上面 会能够更顺利 好的 我们可以来做这个努力 我们会做这样的建议 而且相关的进展 我们会跟委员报告 谢谢 谢谢